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TimeFaller 让您了解各类故事的频道 今天的主题是可预防的癌症 子宫颈癌 依据最新109年癌症登记报告 子宫颈癌为女性十大癌症排名第十位 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若按每十万女性人口计算 发病率为12.9% 跟其他癌症相比 子宫颈癌对女性的威胁并没有按年大幅上升 一般而言 子宫颈癌早期没有明显的症状 患者未必可以及时察觉 癌症发展至中期时 患者身体开始出现跟月经失调类似的情况 包括与两次月经之间性行为后 收经后 妇科检查接触阴道之后 阴道不正常出血或者来经时间过长 经血过多等 阴道有异常分泌 并代谢极异尾 进行性行为时 阴道出现疼痛 当子宫颈癌逐渐发展成后期时 症状才会变得明显 例如下腹或背部疼痛 大小便感到困难 尿液及粪便代谢 失禁 肾积水 脚中等 然而 当患者发现身体出现这些症状时 可能已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 不过也要注意 这些症状并不局限于子宫颈癌 因此患者发现怀疑子宫颈癌的症状 应尽早向医生查询 子宫颈癌成因 大约七成子宫颈癌是由人类乳头瘤病毒 俗称AQV病毒 第16型和第18型导致 生殖器的AQV病毒主要透过性接触感染 病毒会在子宫颈 阴道 阴经 肛门 甚至口腔及喉咙等部位潜伏 一般没有症状 亦能够被人体自身的免疫力清除 不过 当子宫颈内的细胞受到AQV病毒的持续侵袭 可能会导致细胞变异 从而引发子宫颈上皮内流 子宫颈上皮内流分为三期 以有多厚的子宫颈上皮存在变异细胞来划分 如患者搭第三级仍未获得是切的治疗 则有可能发展成子宫颈癌 女性如符合以下条件 将比其他人有较高机会患上子宫颈癌 感染AQV病毒第16型和第18型 过早开始有性经验 性行为过度频密 或者有多个性伴侣 曾感染性病 长期使用口服避孕药 年期打五年或以上 以生育三次或以上 而第一次怀孕时年纪较轻 免疫能力低 例如患有慢性肾病 矮子病等 有吸烟习惯 因此要预防患上子宫颈癌 女性应该多加注意性接触时的 卫生级安全 预防精性接触传染的疾病 例如使用安全套 此外 女性也应定期进行子宫颈细胞检查 在检查过程中 医护人员会把俗称压嘴前的阴道窥气 放入女性的阴道 以便清楚观察 位于阴道深处的子宫颈 染 后再将小软刷或小刮棒 伸入阴道内 以刮取宫颈细胞样本 放进显微镜进行检查 初时 女性应每年检查一次 如连续两年检查正常 则可减少至每三年一次 此举有助子宫颈癌的发病率下降九成 对于未有性经验的女性而言 注射预防子宫颈癌的疫苗 即APV疫苗是较为合适的预防方法 男性也可能感染APV病毒 也可以使打APV疫苗 保护自己脊半侣的安全 疫苗核共需要注射两至三剂 但由于疫苗未能预防所有致癌的APV病毒 已不能清除体内所有潜伏的APV病毒 女性仍然要定期进行子宫颈检查 尽可能减低患癌机会 另外由于吸烟习惯也是引致子宫颈癌的 其中一项高位因素 本身是有吸烟习惯的女性应尽早戒烟 减低患病风险 如女性透过上述子宫颈细胞检查 确诊患上子宫颈癌 医生有可能要做进一步诊断 以确定子宫颈癌的分期 医生会用扫描仪器 在患者的皮肤上移动 扫描仪器发出的声波会经电脑分析 并转化为影像 医生会精静脉注入显影液 为患者的盘腔拍摄不同角度的X光片 再用电脑合成横切面影像 观察受癌细胞影响的范围 再以磁力共振扫描 跟电脑扫描相似 但会使用磁场来构成身体横切面的清晰影像 以及医生会利用内窥镜软管 经患者的尿道深入其膀胱 肛门 直肠或部分大肠 透过萤幕目测该处的组织 是否有异常情况 比药时可能需要切下小片活组织 并放在显微镜下观察 经以上各种方式的检查 医生对患者的病情有更准确的掌握 并会为其子宫颈癌分期 第一期癌细胞已经侵蚀入皮下组织 但癌种仍然停留在子宫颈的位置 第二期癌细胞已经伸延到子宫颈旁边的组织 或者阴道的上部 第三期癌细胞已经伸延至骨盆腔的侧面 或者已经伸延到阴道的下三分之一范围 第四期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身体其他主要器官 例如肺部 大肠或膀胱 子宫颈癌治疗方法 子宫颈癌主要有四种可行的治疗方式 哪种较为合适则取决于患者体内肿瘤的大小 位置 扩散程度 体质等 例如早期的肿瘤局限于子宫颈 比较方便用手术切除 相反 后期癌症扩散较广泛 单靠手术难以完全清除癌细胞 需要其他治疗方式配合 第一种外科手术适用于较前期 即第一期及部分第二期的患者 简单而言 在手术的过程中 医生会为患者切除子宫及子宫颈 引到上半段和骨盘腔的淋巴结 如果患者年纪较小 身体状况良好 加上肿瘤较小 不涉及子宫颈的周边组织 手术切除癌种是较为适合的选择 以便保留卵巢 分泌生殖和耳蒙 同时避免其他治疗带来较严重的后遗症 例如放射治疗引起的阴道萎缩及硬化 虽然手术带来的后遗症 较其他治疗方式少 患者仍然可能面对生活上的困难 例如手术有机会触及膀胱 输尿管或止场 导致大小便出现困难 手术也有机会伤及神经线 令患者感到痛楚 除此之外 切除淋巴结可能导致淋巴管堵塞 令淋巴液积聚至下肢肿胀 及淋巴水肿 部分严重的个案可能出现阴道出血 甚至不愈 第二种放射治疗 俗称电疗 主要适合部分第一期和第二期患者 可以与手术一拼使用 如部分患者体质不宜接受手术 放射治疗也是可行的选择 另外 子宫颈癌肿瘤扩散或复发 也可以接受放射治疗 放射治疗分体外及体内两种 前者利用机器发出高能量的放线 照射患者整个骨盆腔 包括子宫颈 子宫及其周边 消灭癌细胞 后者则在患者的阴道和子宫颈为止 摆放细小并能发出辐射的导管 疗程每次照射十分钟至数十分钟不等 一般合共进行三至四次 患者在接受放射治疗后 短期内可能出现恶性 肚线 疲倦 疲倦 尿频 皮肤红肿等问题 长期更有可能令晚潮受损 难以受孕 以及阴道疏窄 导致进行性行为时感到疼痛 第三种化学治疗 简称化疗通常透过 静脉注射抗癌药物杀死癌细胞 常用以辅助方式治疗 或用于子宫颈来 以转移或复发的患者身上 患者接受化学治疗后 短期内可能出现腹泻 厌食 恶心 疲倦 脱发 口腔溃烂 以及手脚麻痹疼痛等问题 长期可能打乱经期 或暂停来经 甚至导致不愈 第四种标靶治疗 主要用于子宫颈癌已经扩散 或者子宫颈癌复发的病人 疗程每三星期进行一次 透过静脉注射标靶药物 患者接受治疗后 体质会比较差 因此为增强体质 应该尽快恢复走动 也要适当运动 同时要做充分休息 饮食习惯方面 应该避免进食辛辣 具刺激性 以及肥腻或经腌制的食物 相反 要多使用高蛋白质 高维他命的食物 以及新鲜蔬果 以保持排便畅通 本身有吸烟或酗酒习惯的患者 应该尽快解除 另外 接受手术的病人 在手术后六星期内切勿进行行为 让伤口正常愈合 待身体完全康复后 就可恢复正常的性生活 国民健康署提醒三道防线防子宫颈癌 第一道防线安全性行为 人类乳兔病毒主要是透过性接触传染 正确使用保险套 可以预防部分人类乳兔病毒传染 进而可降低子宫颈癌的发生 第二道防线接种 DPV疫苗 世界卫生组织W2指出 接种DPV疫苗可以保护女性 避免人类乳兔病毒感染 亦能有效预防长期感染 人类乳兔病毒造成的子宫颈癌 目前食品药物管理署 已核准三种品牌的HPV疫苗 均可以预防至少七成 造成子宫颈癌的高危险性 别人类乳兔病毒 第十六 十八型 各疫苗适用对象可参考访单 第三道防线定期做子宫颈抹片检查 子宫颈抹片检查 是经国际实证最佳的子宫颈癌筛减工具 有助于早期发现子宫颈癌前病变 早期治疗 让子宫颈病变不会进展到癌症 只要发现得早 这预律也很高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小伙伴们 记得订阅 追踪以及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精彩的影片 我们下次见